以西节书第36章 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众山说预言 以色列的众山啊,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仇敌攻击你们说 哈哈,那悠久的山岗都归给我们为业了 所以你要说预言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敌人使你们荒凉,似为践踏你们 好使你们归给列国中余生的人为业 成为人们提说和嘲笑的对象 因此,以色列的众山啊 你们要听主耶和华的话 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岗、西建、山谷、荒凉的废墟 被弃的城 就是曾被似为列国中余生的人所劫掠 所讥笑的这样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在渡火中说话攻击列国中余生的人 和以东众人 因为他们全心欢喜 满怀恨恶 把我的地归给自己为业 好占有他为略物 因此,你要向以色列地说预言 对大山、小岗、西建和山谷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看啊,我在嫉妒和列弩中说话 因为你们担当了列国的羞辱 所以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举手启示说 你们四围的列国必亲自担当自己的羞辱 以色列的众山啊 你们必长出枝条 为我的子民以色列结出果子 因为他们快要回来了 看啊,我是帮助你们的 我必转向你们 使人可以在你们上面耕种和撒种 我要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 在你们上面增多 城市有人居住 废墟可以重建 我必使人和牲畜 都在你们上面增多 他们必繁殖增多 我必使你们有人居住 像从前一样 并要使你们比先前更蒙福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我必使人就是我的子民以色列 在你上面行走 他们必得你为业 你必做他们的产业 也不再使他们丧失子女 主耶和华这样说 因为人对你说 你是吞吃人的 又是使你的国民丧失子女的 所以你必不再吞吃人 也必不再使你的国民丧失子女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使你不再听见列国的羞辱 你必不再受万族的辱骂 也不再使你的国民跌倒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 人子啊 以色列家住在他们本土的时候 他们的所作所为 玷污了那地 他们所行的在我面前 就像在旌旗中的妇人那样污秽 所以我因他们在那地上流人的血 又因他们以自己可憎的像玷污那地 就把我的裂怒倒在他们身上 我使他们分散在列邦 四散在各地 我按着他们的所作所为审判他们 他们到了所去的列邦那里 我的圣民就被亵渎 因为人总是谈论他们说 这些是耶和华的子民 他们却要从耶和华的地出来 我却顾习我的圣民 就是以色列家 在他们所去的列邦那里所亵渎的 因此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家 我做这事不是为了你们 而是为了我自己的圣民 就是在你们所去的列邦那里所亵渎的 我要使我的大名显为圣 这名在列邦中已经被亵渎了 是你们在他们中间所亵渎的 我在你们身上向他们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我必从列国中领你们出来 从万邦中聚集你们 把你们带回故土 我必用洁净的水洒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洁净了 我必洁净你们的一切污秽 使你们远离所有可赠的像 我必把心心赐给你们 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 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食心 把肉心赐给你们 我必把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 使你们遵行我的律例 谨守遵行我的典章 你们要住在我赐给你们列祖的地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你们的神 我必拯救你们 脱离你们的一切污秽 我必叫五谷丰收 不使你们遇见饥荒 我必使树木的果子和田地的出产增多 好使你们在列国中 不再因饥荒而遭受耻辱 那时 你们必想起你们的恶行和不好的作为 就必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恶的事 厌恶自己 你们要知道 我这样行 不是为了你们的缘故 以色列家 你们要因自己的行为爆亏蒙羞 这是主耶和华的宣告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洁净你们 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 我必使城市有人居住 废墟可以重建 从前所有路过的人都看为荒凉之地 现在却必再可以耕种 他们必说 先前这荒凉之地 现在竟像伊甸园一样 这些废弃荒凉毁坏了的城市 现在却成了坚固城 有人居住了 那时 在你们四为所余生的列国 就必知道 我是耶和华 是我重建了那些毁坏的地方 栽植了那些荒凉之地 我耶和华说了 就必实行 主耶和华这样说 我还要让以色列家 求我为他们增加人数 多如羊群 守节的时候 在耶路撒冷做寄生的羊群是怎样多 那些荒废了的城市 也必照样满了人群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